约伯记第九章 约伯回答说 我实在知道是这样 但是 人在神面前 怎能算为公义呢 人若愿意与他辩论 连千分之一 也达不出来 他心里有智慧 而且有极大的能力 有谁对他刚硬 而平安无事呢 他在怒中移山翻纲 山纲却不知道 他使大地震动离开本处 大地的柱子就摇汗 他吩咐太阳 太阳就不上升 又封闭众星 他独自铺开苍天 步行在海浪之上 他造北斗与参星 卯星和南方的星座 他所行的大事 无法测舵 所行的骑士不可生数 他行过我身边 我却看不见 他掠过去 我竟不觉察 他夺取 谁能拦阻他 谁敢问他 你干什么 神必不抑制他的怒气 海怪 拉哈勃的助手 都俯伏在他以下 何况我呢 我怎敢回答他 措辞与他辩论呢 即使我有理 也不敢回答 只向那审判我的 求怜悯 即使我呼求 他也回答我 我还是不信 他会垂听我的声音 他用暴风 伤害我 无缘无故 加添我的创伤 他不让我喘一口气 却使我饱尝苦楚 若论力量 他多么强大 若论诉讼 他说 谁能把我传来 即使我有理 我的口 还是定我有罪 即使我完全 我的口 还是盼我怪谬 我虽然完全 却不顾我自己 到厌恶我的生命 所以我说 善恶都是一样 完全人和恶人 他都灭尽 灾祸忽然 把人杀害的时候 他就必嘲笑 无辜人的遭遇 全世界 交在恶人的手中 他蒙蔽 世上审判官的脸 如果不是他 那么是谁呢 我的日子 过得比信差还快 飞快逝去 不见福乐 我的日子消逝 又如快船 好像 俯冲梦 铺事物的音 我若说 我要忘记 我的苦情 要除去愁容 面露喜乐 我就惧怕 我的一切痛苦 因为我知道 你必不以我为无辜 我既然被定为有罪 又何必突然劳苦呢 我若用血水 洗尽我的身 又用碱水 捷进我的手 你还是把我扔入坑中 连我的衣服 也憎恶我 他不像 我是个人 使我可以打他 让我们一起 对簿公堂 我俩之间 并没有仲裁者 能够按手 在我们双方身上 愿他 使他的形状 离开我 愿他可谓的威严 不惊吓我 我就说话 也不怕他 因为我本身 并不是这种人 我应该把他打掏 我传统 我不是这种人 我应该把他打掏 我把我抵挤 我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